但是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让万历皇帝心灰意冷 同时他更加讨厌起文臣 万历十一年 万历皇帝遇到了他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据名史记载 正是容貌艳丽 机智聪明 爱读书 更善于迎奉 别的嫔妃对万历 总是保持着警惕 但是正是 见到万历皇帝 却总是表现得天真烂漫 无所顾及 有时候他甚至还会开皇帝的玩笑 嘲笑万历 越看越像个老太太 同时 正是又能聆听万历皇帝的倾诉 经常替他分忧 一直被严格管教的万历皇帝 就像找到了知己 开始了对正式的独宠 万历十三年 万历下诏 清风正式为贵妃 当时 王公妃已经为万历 生下皇长子朱长乐 按理 母以子贵 王公妃的地位 仅次于王皇后 消息 已经发布 举国上下 议论纷纷 大批朝臣不断上奏 让万历皇帝 收回成命 一落落地反对奏书 让万历皇帝 十分气恼 这个时候 郑贵妃 给万历出了一个主意 把反对的奏书 全部留中 不给批复 万历皇帝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 时间一长 大臣们果然不再继续上奏反对了 慢慢地 这件事情就被平息了下去 第二年的农历正月初 郑贵妃 生下了皇三子朱长荀 万历皇帝大喜 在朱长荀还未满月时 新任内阁首府 申石邢等人 向万历奏书 请求策立皇长子朱长舵 为太子 但是万历皇帝 以朱长舵年纪上校 身体不强壮为由 拒绝了大臣的建议 当时 皇长子朱长罗 已经年满五岁 内阁们早不请立 晚不请立 偏偏选择在 皇三子还没满月的时候 提出请立太子 在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看来 大臣们是别有用心地 针对皇三子 一个月后 万历皇帝下了一道圣旨 要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 但是 让万历皇帝没想到的是 他的这个举动 竟然引发了大臣 及阎官集团的集体抗议 最终演变成了 万历皇帝生涯中最大的 政治危机